复活节长假期第二日 仍有不少的市民就选择外出 说留在家太久要舒展一下 政务司司长章建宗说 目前疫情仍然严峻 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 梁家宜报导 一年四日假期 中环港外线码头人头涌涌 去长洲和平洲特别多人 进去拜神 没什么问题的小心点 保佑疫情快点过去 去长洲有什么办法 去长洲 香港到处都多人 假期都要出来散心 难道他经常找到家 不中肺炎都心理抑郁 还有狗仔都一起入长洲行山 狗狗都是保护他们 查消毒 因为我们都躲了很久 想着他行山 但他已经没什么 南丫道都有捧着客 最主要目标是行山 运动一下 动一下 吸收一下紫外线 离不住了这么久 现在要去其他地方 去轻松一下也好 消灯也好 什么都好 有船了 有船了 政务司司长章建宗说 留意到近日有很多人出街 令他很担心 因为现在疫情仍然严峻 大家真的刻制一些 留在家中 我知道这个困难的 不容易的 但是我担心就是 如果大家出街都没有戴口罩 这个是高危的 我相信大家真的不要再 疫情开始有少少像 所谓的势头开始 是好的势头 现在 但是很快逆转 限聚令实施以来 截至星期六零时 已经有35宗订颍罚款 就着违反食市防疫规例 都已经作出11宗检控 有线电视记者梁嘉宜 报道